各位观众老爷你们好啊 我是AnimeFan 这期接着继续来讲 历史师大恋爱喜剧 那上集播出后 各路看官都有在疯狂预测 这个可能也许会出现的后五部 具体是哪些 在这儿先谢过大家热情参与 包括 有几个同学 我要顶您批评一下 你 还有你 说什么四月是你的谎言 君不在了呀 青梅甚至不无 懂不懂 好好好 这次就放过你们 那那个你 说Culana的那个 恋爱喜剧 After the story都快哭死人了 好好好 行行行 前面也挺欢乐的 坐下 你 说袁之空是不是你 不能有后宫啊 重复世界线也不行 师妹很香吗 就问你腿疼不疼 四立秀之学院 是历史悠久 生育极高的贵族学校 而矗立在人上之人 学生会副会长 四公会业 琴棋书画 五亿公大 无所不通 对于两性知识 停留在小学生程度 过真价实的 欧爵様 学生会会长 白银欲行 诚实刚健 聪明睿智 学员考试 稳坐榜首 虽然出身贫寒 但妹妹漂亮啊 老八虽然破产了 但做YouTuber 几个月就涨粉五万 我你妈 在人前故作镇静的两人 其实早就方心按许 然而这样和那样的理由 让彼此只顾摩擦身热 就是不着火 于是在学生会 这个神圣的地方 展开了一场场 惊心动魄 勾心斗角 穷 精彩智风 狂走位 就是不为谁先告白 谁完蛋的恋爱精彩 赤白鸣原作A1Pictures 制作的灰夜机 想让人告白 于2019年1月首播 靠着有趣的故事 与过硬的质量 人气病神 时隔一年播送第二季 在疫情笼罩 星光暗淡的情况下 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也让我们的这个四月 不至于那么无聊 这一部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它为啥这么好看 动画制作上的各种心机 范某在之前几期 都做了专项研究 在这就不多啰嗦了 不过呢 放这一部上来 我其实还是有所犹豫的 其搞笑功力不用多说 光一个千花 只能打十个 然而这一部的糖 虽然已经有产出 但这不是最大的那一颗 还没出来吗 那么最后决定上榜 主要还是为了蹭人气 不是 一是对后续动画有信心 还有就是我认为 这一部有个非常独到的地方 心三角关系 我在之前节目中就有说 作者赤白鸣非常明确指出 灰夜不是女主 而是和白鸣一样 平起平坐的主角 What's the difference 很多人看后 一脸黑人问号 我仔细思考后 发觉这算是作者 特别是在初期的一种 自我约束 白鸣和灰夜虽然出身不同 但行为模式和行动目标 都完全一致 不坦率配老好人 我们见得多 但像这种 俩死傲就要凑一块的 你想想看 这说话都困难 咋还能谈恋爱呢 所以作者就安排了千花这个角色 特意指明他来当女主 自古天然嗑傲娇 千花对灰夜有纯爱感情 而对白鸣则是神奇的未养关系 让他来做装甲 折腾搞事和悉尼 这才让灰白两个高速陀螺 只擦火花 而不至于弹开 双倍傲娇产生双倍快乐 观众们直呼 舒服了 恋爱是战争 告白成难题 灰夜即想让人告白 莫及指数 无颗心 高一新生水谷下 日常爱好 作题 被老师用新辅导书收买 给灵作的问题儿童 吉田春送讲义 任务完成 归家途中 被吉田拖入附近小树林 妈 这一幕以后还会出现数次 在水谷自爆家门后 瞬间直呼名字 朋友关系 get 没隔多久 水谷为吉田打抱不平 又是摸头安慰 吉田出现应激式告白 恋人关系 get一半 次日吉田上学 麻烦的灵作怪同学的故事 正式开幕 由同名漫画改变的灵作怪同学 Your Brain Space 辅责之作 于2012年被搬上荧幕 从开始的那一段 相信大家也感觉出来了 这一部 一集当一记事 节奏那叫一个快 男主吉田 情商不智商的天才 能翻窗绝对不走门 看了班主任给的少女漫画 二话不说直接付诸行动 青蛮还在那扎拨腕 按女主水谷也不是啥擅长 被高年级绑票后 显得无聊就地写作业 后备男主有军误伤 直接绝交 考试过后又主动和好 再反向告白 男主养了个公鸡 竟然还下了个蛋 还是熟的 前面说两个傲娇不成方圆 这里两个直球怪 戏是能演了 但要不是周围人十点半子 其他路线搞搞事情 不出五集 我看娃都能打将鱼 好像也不会那么快 影响这俩感情的 永远不是第三者 而是学习 和剧情一样 画面和演出也是清爽干练 看起来很舒适 导演狄木红最近有提到他 搞了霸权射星座 大气炸尸 水平相当可以 有趣的是 在这一部之前 刚导了同样很好看的 好想告诉你 从好想急死你 转变到快得吓死你 导演那两年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临座怪同学漫画12卷 已经完结 而动画只做到了第5卷 结尾处也表示 很多人和故事都还没讲 怎么说 还是那句老话 有生之年 江湖再见 临座怪同学 直球指数 160公里每小时 西片同学的初中登场就是个悲剧 因为捡到一片手帕而迟到 很是担心给同学们留下不好印象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临座的女孩略假思索 微微一笑 开学典礼后 她是最后一个回到班上 西片心想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一下就中 原来妹子就是高木 她刚才就是却老是娶回手帕 西片因为迟到而错过了自我介绍 所以不知道她的名字 直到自己被耍 抱头冒傻气的样子 把邻座的女孩逗得咯咯直笑 擅长捉弄人的高木同学 和总是被捉弄的西片同学的故事 就此展开 由同名漫画改编的 擅长捉弄人的高木同学 于2018年1月播送了第一季 相较于同一时间播送的人气大作 紫罗兰的永恒花园 和比宇宙更遥远的地方 高木同学没啥波澜壮阔的主线 有的只是两位初中生 平平淡淡的点滴日常 女主高木每天只学两小时 就能考到全校前十的自由生 心思细腻 善于观察 日常娱乐活动便是捉弄灵桌的男生西片 伦家就喜欢看他吃憋的样子 而男主西片 心里喜欢和高木在一起 却又不甘心老是被捉弄 总是盘算着抓准机会反打一波 然而单纯的演技总是会被高木识破 计划不成反备套路 虽然才智过人 高木也只是个13岁的普通女孩 她会因为和西片走散而失落 会在躲避老师查岗时紧张害怕 也会在台风篇大喊中二台词 诶 等等 为啥你这么熟练呢 而傻小子西片 虽然一直被高木智商压制 但无意间也是会来一波爆炸输出 看着高木脸红心跳 荧幕后的各位姨母们笑得更灿烂了 虽然是轻松的恋爱单元剧 但在内容编排上 制作方新瑞社也是下了不少功夫 在第一季动画第六集 水龙头那个故事里 为了帮摔伤的西片直雪 高木递出了自己的手帕 注意这个小桥段是漫画里没有的 而到最后一集 第一个故事改编自漫画第十回的信 然后是48回 也就是开始讲到的那个回忆篇 入学典礼 这两个故事加上第六集的那个伏笔 让西片最后归还手帕 藏性感谢这一原创剧情自然而圆满 此时缓缓流淌出的这首歌 是由高桥李一帆唱的 如同相遇时一帆 也许还有更好听的 但真没有更合适的了 真爱的第一个真兆 在男孩身上是胆怯 在女孩身上是大胆 擅长捉弄人的高木同学 《纯爱之术》五颗星 初中二年级生有元雅有美 一直憧憬着浪漫的告白 而她的愿望在某日放学路上 so easy to 实现了 只不过画风和她想的不太一样 面对每日被怪物护送的日常 有美将心力交损 在交往还是身亡的选择 几经摇摆后终于爆发 然后就被财经的仇家网票了 然后就被网票的人安慰了 快放开那个女孩 给你看个宝贝 哪泥 蓝百万东走位 走了 有美见识不妙 一波暴肿反杀了对面控场C位 然后杀红颜的她 连财经也停了 同名漫画改编的初恋限定 由JC Stuck负责制作 在2009年被搬上一幕 不算了 JC就是从18年以后裂开 之前明明挺好的 这一部讲述了五位初二女生 加两位高中女生 共7人份的初恋故事 除了各种CP 加上邻居 同学 亲属 一并构建出了庞大的混乱关系 就拿一开始的有美来说 被怪物男告白 但暗恋她的弟弟 而弟弟君喜欢隔壁的大姐姐 隔壁的大姐姐和怪物男是青梅中马 有一天以一种奇怪的姿势 被黄毛男攻略 而这个黄毛男的妹妹就是有美 要不咋说日本小呢 虽然说是鬼圈争乱 但故事看起来还是顺畅欢乐 基本一集一段恋情 但也不是完全的单元剧 人物之间的关系和角色 自己的成长都在慢慢展开 当然啊 还是有些细说部分 比如塞个棒棒糖就能攻略大美人 谁信谁诞生 像这样不同口味狗粮快速切换的 突然喜欢你也是个中好手 那为啥选这一部呢 那是因为 妹子实在太香了 原作河下水溪 草莓百分百 要不是后宫我一定让他上榜啊 动画人设下谷之之 专业美女帅哥量产机器 这种搭配 叨咕出来的妹子 随便一截就可以去出抱枕 保证发家致富 别忽悠了 没你这么漂亮的 初恋限定 色气指数 五颗星 在宣布最后一位之前 先要很郑重的感谢一下 那些呼声很高 但可惜没有上榜的同志们 暗物语蛮好看的 就是和好想告诉你一样 也挺折腾人 如果多一个名额 我一定给她 月色真美 真挚且专一 每一画都是著名小说命名 全篇充满着诗意 就是欢乐气氛略少 樱花装的宠物女孩 JC又一部青春恋爱力作 非常好看 个人很喜欢美笑 或者说三英太太 天然风什么的 看着就开心 不过这一部 个人感觉偏角色成长更多 若是有机会出完的话 应该会上榜 另外喜欢这一部的 也推荐看看 蜂蜜与四叶草 月刊少女野奇君 套着恋爱壳子的漫画家取材故事 鬼女主左仓主义吐槽 真女主是男二小育子 这么骚的身陷 来看看是谁 不去还是 大谷敦氏和同班的小泉李莎 见面就吵架 虽然从旁人看来 就是在讲相着 他俩看不惯彼此的原因 也很简单 男生大谷1米56 而李莎则是1米70 奇异的身高差 经常被班主任 也于是 嗷半身巨人组合 排除身高上的巨大差距 两人意外的投机 一斗一捧配合默契 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去水上乐园玩的时候 都要耍个尽兴 喜欢同一个 曲风另类的ropper 而且都是学渣 在两人心的恋情展开失败后 小泉因大谷的安慰 而心生涟漪 慢慢意识到 自己似乎喜欢上了 这个小谷点 恋爱情结 相信知道这一步的人 肯定比不上前几步 它是由同名漫画改编 老牌大厂东映之作 在2007年开始播送 反向最萌生高差 全程全员关西墙 一边讲相声 一边谈恋爱的故事 不能说后无来者 但最起码在之后 13年为奸一律 某犯当年初看时 光顾着笑了 现在回头来看看 真是奇葩 当然你也能看出来 这个画面真的是比较古老 其实从06年 日本就开始全面推行 16比9的高清数字格式 但这一步还停留在4比3 现在再来看看 有几回原画是寥寥数人 画面崩坏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即使如此 这一步还是给范某 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圈面对感情的直率 以及勇气 大谷从一开始的迷茫 到后来的承担 虽然角色凑在一起 充满戏剧性 但感情真实 特别的接地气 发唐的时候 还不忘再来一发相声 让你一边感动 一边笑的垂腿 不是一见钟情 也不是表白就一帆风顺 恋爱情节 范某私心指数 五颗心 上一期最后说 这一期猜起来不容易 不过还是有一位道友 也想到了恋爱情节这一步 挂一下特词表扬 不过我好像是没看到 初恋限定啊 蛮意外的 我的观众都这么纯洁的吗 那几个说袁志空的又是怎么回事 还是那句话 榜摊仅凭我一人之口 肯定有你觉得不错 但没上的 欢迎留言找寻伙伴 还是记得订阅点赞 收藏分享 有你支持 天坑才有力量 那我们下次再聊